我叫李军景 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和大多数毕业生一样 我一毕业就陷入找工作的浪潮中 我的运气很好 在面试十几家公司后 有一个美女老板同意让我入职 条件是和他协议结婚 那天面试完 我回到我那不到20平米的小房子 房子虽然小 租金也便宜 更让我清新的是 那一扇可以看到搭办城市的窗户 晚上 我坐在床上 看着这个城市的灯火通明 马路上车水马龙 心中想着白天面试时 美女老板柳如燕的话 我需要一个不多事 安分的结婚对象 来应付我家的老爷子 你如果同意 我们就结婚 五年后离婚 一个月给你五万 五年就是三百万 到时再另外给你一千万 足够你这辈子一事无忧 我当时就愣了 很久之后才回过神来 问他 那你为什么挑我 柳如燕听完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冷笑着说 我调查过你 你没背景 没实力 容易掌控笑得很漂亮 但是让我有些站立 两久 柳如燕见我还在犹豫 他说 这样吧 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明天中午十二点前 给我电话说完 柳如燕 潇洒地扔下一张名片 就离开了 我也是看小说的 不敢相信这样的小说情节会落到我身上 也知道柳如燕这样的豪门是不可能看上我这个普通人的 只是逢场作戏罢了 但是 他们随便从手指头里漏点就可保我一事无忧 这是没什么好犹豫 可我就是有点心慌 感觉有哪里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 毕竟我也没什么值得让他们惦记的东西 我思绪良久 决定还是同意 毕竟以后一事无忧 有了这一笔钱 父母老了以后也能好好养他们 电话接通 你好 哪位 柳如燕清冷的声音传出 是我 李军景 我同意了 需要我做些什么 我听到柳如燕的声音突然想到 和一位大美女共度五年也不错啊 电话那边思索了一下 明天上午十点来公司 我们签一下合同 好 明天上午十点 我会准时到的 我刚说完这句话就被挂断了 放下电话 我有点激动 毕竟马上就要有一份月薪五万的工作了 第二天 我早早的就去了公司 前台小姐姐 因我在一处休息区坐下 等着无聊 我就翻看了公司的宣传册 不堪不知道啊 这公司比我想的还要大 就我这广撒网的简历 当初怎么进的面试 难不成还是柳如燕的操作 我心中疑惑不解 就在将近十点 等到我心中满是不安时 一阵问好的声音 夹杂着高跟鞋的声音传来 我紧张地站起来 整理衣服 不一会 有一位身材高挑 前途后翘的大美女 缓缓走来 走路姿势很平常 但给我一种霸气侧落的感觉 柳如燕在我面前停了一下 挺准时的 进来把我老实地跟在她身后 进了总裁办公室 看看吧 这是合同和一份保密协议 没问题的话 就签字 我刚落座 柳如燕就拿出两份文件 放在我面前 我拿过来看了一下 没什么特别的 保密协议只有一句话 未经双方允许 不得将婚姻协议说与第三方 合同除了昨天说的条件 还有一些补充 什么要履行婚姻责任等等 柳如燕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们结婚后 你要偶尔接我上下班 做饭 不能和其他女人有暧昧关系 此外 公司的事情也不用你管 反正你也不懂 应酬能推就推 推不掉的话就去 但是不要在外面乱说 我点点头 行 我明白了 就是平常在家 外出就说我不知道 我不管公司的事 我要问问我老婆这些 被柳如燕瞥了我一眼 可以这样说 但有时候要懂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不该说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能问一下 为什么是五年吗 我有点好奇 为什么是五年 而不是三年 虽然没有太大区别 五年时间 我能百分百地将公司 牢牢地掌控在我手里 就算是老爷子 也不能拿走柳如燕说了 说得很是轻松 但是我听得可不轻松 嗯 你可以不说的 嗨嗨 嗯 老爷子是您父亲 还是爷爷 我小心翼翼地问 毕竟从长辈手里多 全 大概率是有仇 不得不小心 老爷子是我爷爷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家里还有我爷爷 奶奶 妈妈 还有两个叔叔 你不要多想 我家关系好得很 我只是不想过被掌控的人生 老爷子也知道我的目的 柳如燕看破了我的小心思 解释道 那你的两个叔叔 我继续试探地问 他们负责国外公司 我负责国内 一年见不了几次 不会发生你想的事情 柳如燕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我尴尬地低下头 签上字 找话题式地问 不要孩子吧 柳如燕气笑了 放心 我们除了有一张证 其他关系 一概都不会有 这下我更是尴尬了 不再说话 签好字 我将文件递回去 柳如燕看看了一眼 放到抽屉里 三天后 我带你去见老爷子 下周我们就结婚 柳如燕雷厉风行 这么快 我愣了 柳如燕气急 笑了两声 怎么 你还要和我谈恋爱 不成 该说不说 美女就是美女 生气都漂亮 嗨嗨 当然不是我回过神 那就行 你要通知父母吗 柳如燕问我 这个 不用了 我考虑了一下 决定还是不了 毕竟是逢场做戏 五年后就要离婚 就当是一份 无假期的工作 就不让父母多想了 那好 从明天开始 你去我家住 再给你买些东西 就当熟悉一下 以后的生活 柳如燕起身 好 那明天见我点点头 起身离开办公室 明天见柳如燕 目送我离开 我来到公司楼下 看着路上的车辆 和身边的路人 一时间竟不知道 该干些什么 毕竟咱也是被富婆 包养的男人 虽然只有五年 也不少了 我回到我的出租屋里 马上就要离开了 在这住了短短两个月 现在还有些不舍 呵呵 我收拾好东西 躺在床上 畅想着五年后 有那一千三百万的 美妙生活 想着想着 就想到柳如燕的话 想要自由 呵呵 自己现在连生活都没有 自由就不用想了 我翻身 思绪又飞到前上 说定还有柳如燕的爱慕者 甩给我几百万 让我离开她 那到时候 是要还是要 还要不要矜持一下 让她再甩几百万 嘿嘿 刚想去做些饭 想到以后 咱也是有钱人 会做饭 呵 出去吃 带着身上剩下的三千元 吃顿好的 烧烤摊 走起 我来到附近的摊子 点了一些烤串 拿了一瓶啤酒 看着不远处 广场上的人群 一边吃一边喝 吃到一半 有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响起 很好听 但声音很小 没听清楚 我抬头看去 一个很好看的女生 映入眼帘 手中拿着一杯饮料 穿着碎花裙 露出一半小腿 上面还穿着一件 白色小外套 很是好看 她时不时地回头 看向同伴 身上害羞 表现得很是明显 她见我抬头 紧张地说 帅哥 能喝一杯吗 我笑了 因为我当初 刚上大一的时候 也是和她一样 和室友出来玩 游戏输了 拿着一杯饮料 向隔壁桌的小姐姐敬酒 当时也是 和这女孩一样害羞 手上的饮料 给那几个小姐姐 笑得直不起身 我说 你坐下我就喝 我笑了笑 你是附近大学的 大一新生吧 她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的 我倒杯啤酒 和她碰了一下 你的气质告诉我的 她先是将饮料喝完 向同伴撒娇式地 示意了一下 就看着穿着打扮 难难道 没有啊 这不是挺好的吗 薛起了嘴 我看着她的表情 很可爱 说 你还小 看不出来的 她看了我一眼 声音很小的说 我不小了 我没听清楚 问 你说什么 她突然脸红了 没什么 你看她们是大一的吗 轻松的手指指向同伴 我扭头看去 那几个女生 颜值还算可以 比不了面前的这个 有两个是大三的 剩下是大二的 你们是一个社团的吧 我看了一眼她们 五个人 有男有女 她惊讶了 这你都看得出来 我笑了 这有什么 现在大学差不多都军训结束了 正是社团纳新的时候 出来搞社团活动很正常 以后你就能看出来了 她的同伴们见她喝了饮料 却不回来 反而坐下疗伤了 便派出一个过来询问 一轩 你们认识吗 她急忙和同伴解释起来 不知道说了什么 同伴点点头说 我们马上就走了 你快点好 她点点头 我叫赵一轩 和你聊天很开心 可以认识一下吗 赵一轩拿出手机 我点点头 我叫李军景 很高兴认识你 那拜拜了 回头聊她冲我拜拜手 扭头就走了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里突然冒出了这句话 我看着她回到朋友中 开始拿打去 引得赵一轩红了脸 还偷偷抬头看看我 我笑了笑 心中感慨 老了 青春啊 哈哈 试完回去 通过赵一轩的好友深情 开始聊了起来 这才发现 原来我和她是同一个大学 不同专业 只是她成绩很好 院校专业很有名 我和她说我已经毕业了 她兴奋地一直叫学长 问了很多事情 而我也跟红小孩似的回答着 我们这一聊聊了很晚 也勾起了我的大学回忆 充满着青年热血和年少无知 第二天早上 柳如烟早早地就来了 她亲自开着豪车来接我 我有点诧异 我还以为你会让你的司机来呢 柳如烟淡淡地说道 这是私事 让她来不太好 我善善一笑 将我的行李塞进后备箱上车 在邻居的议论声中潇洒离去 柳如烟的驾车技术很好 很快我们就到了一个高档小区中 柳如烟带我进了她家 我四处看看 一个大平层 大概有三百平米 三十一厅一书房 哎呦 还有一个小型健身房 不错 柳如烟进房后 给我指了一个方向 那两个房间你挑一个 一会为阿姨会来打扫房间 你有什么要求 跟她说就行了 此外 你不能随便进我的房间和书房 还有 在你的房间之外 要穿好衣服 最后 不要带你的朋友来 柳如烟一口气说完 就进了书房 我愣了愣神 挑了一个窗台比较大的房间 我很喜欢没事的时候 窝在阳光下发呆 很舒服 我的东西不多 很快就收拾好了 一些东西下午再去买 我站在窗前 感慨到 软饭生活就此开始 我在房间中 待到了中午才出房门 刚想要去问问柳如烟吃些什么 就听见一阵开门声 正是为阿姨 我们互相认识后 我把她带来的菜做好 喊柳如烟出来吃饭 我的手艺虽然比不上大厨 但还是色香味俱全的 至少让挑剔的柳如烟接受了 吃饭中途 我将下午去购物的计划 隐晦地表达了一下 柳如烟很是大方 直接给我车钥匙 说卡号发我 这个月的钱会打到你卡上的 我自然是无比的顺从 不到三分钟就收到到账提醒 柳如烟的性格 倒是让我无比期待以后的生活了 接下来的两天 没有外出转悠 为了服务好金主妈妈 我向为阿姨打听了柳如烟的喜好 再加上我的观察 成功地让她对我表示认可 之后 去见柳家老爷子的路上 柳如烟叮嘱我 在我爷爷面前收起你那些幻想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你好好想想 我表示您安心就是 很快 我来到了柳老爷子的面前 那一双沧桑的眼 好像直接看透我的心里 我感觉我的心理防线好像破了 心中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我 他们家关系好 没必要说瞎话吧 老爷子的声音让我回过神 小子 跟我来一下 我求助地看了柳如烟一眼 他却对我视而不见 心碎了 我在中大声哭诉 小子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老爷子盯着我 我沉吟了一下 呃 你有什么要听的吗 老爷子突然哈哈大笑 你小子不错 虽然我不懂你们年轻人 但是如烟的目的 我还是知道的 我人都傻了 你在笑什么 我小心翼翼地问 那您同意啊 为什么不同意 反正如烟选定你了 那就随他把老爷子 很是无所谓地说 我瞬间反应过来 真的 太好了 多谢您 恩恩 去把老爷子笑眯了眼 我回到客厅 见柳如烟和他母亲 正聊的起信 便没有打扰 坐在一旁看电视 之后便是午餐 豪门的午餐 就是那么的豪华朴实 都是我没吃过的真修 在餐桌上差点丢脸了 饭后便回去了 路上我把和老爷子的谈话 说给柳如烟 问他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柳如烟只是轻轻点头 没有说话 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时刻保持自己的身份 这时候可能不说话的好 回到家 我继续窝在我的小窝里 静静地等待婚礼的到来 期间 我还去公司接过柳如烟 倒是没有遇见什么追求者 没有获得赚外快的机会 员工们倒是传开 美女老板有男朋友 这样的话题 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 还没有公开身份 只是以司机的身份 接触员工 反正大老板有三四个司机 不奇怪的 很快就到了结婚的日子 明明是昨天才领了证 今天就结婚了 给我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婚宴上 邀请的人不多 都是与柳家叫好的豪门 有一个人 让我看到了 转外快的希望 杨家 杨思乐 听说是柳如烟的青梅竹马 从小就跟着柳如烟玩 可以说是柳如烟的根屁虫 杨思乐一到婚礼现场 就去找了柳如烟 我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很快杨思乐就出来了 不过出来的时候 脸色不是很好 想来柳如烟也是没给他面子 离开他 条件随你开 杨思乐怒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 我愣住了 没想到外快来得这么快 我激动地搓搓手 刚要说话 旁边的帅气大叔就说话了 思乐 你这是在做什么 今天可是如烟大喜的日子 不要胡闹我怒视看去 是谁坏我的前途 却见那帅气大叔走来说 君警是吧 我是如烟的二叔 今天第一次见 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这张支票拿去 不要嫌弃 我当时就双手接过 一看七八的零 您不是如烟的叔叔 是我亲叔啊 我殷勤地引二叔坐下 向他敬了好几杯酒 这才罢休 我刚想走 就被另一个帅气大叔拉住 小子 我是如烟的三叔 我脾气可不好 要是让我知道你对如烟不好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亨三叔看着我 和我碰了一下 一影而尽 你家的基因这么好的吗 一个个都那么帅 我内心也是无语 这是给我一个枣 再给我一棒子嘛 很快 婚礼正式开始 不得不说 穿上婚纱的女人是最美丽的 柳如烟很漂亮 今天的她更漂亮 我承认 我动心了 她好像是九天之上的仙女 高贵美丽 像是不染凡尘的雪花 金银剔透 身着礼服 落落大方 不失气场 婚礼上没有意外 按着计划顺利进行 很快就结束了 柳如烟又去上班了 简直是个工作狂魔 连结婚都不给自己放假 而我还是窝在我的窝里 回想着昨天的婚礼 柳如烟穿婚纱的样子 简直就像梦一样 手机响了一下 我没有理会 继续神游天外 第二下 是柳如烟的专属铃声 第一条消息 赵一轩邀请我明天趁着周末去逛街 先放着吧 我的时间我做不了主 第二条 老婆说明天去出差 今天晚上回家休息 要我去接她 好嘞 外加可爱表情包 顺便回复赵一轩 可以 时间地点发我 先去买菜 为阿姨只有中午来一趟 顺便带些菜 柳如烟早上和晚上都是外卖 偶尔才做饭 小区位置很好 环境也不错 交通方便不吵闹 附近还有一个大型超市 最合我心意的是 生活花效的账单柳如烟报销 通过我这段时间 对柳如烟的了解 做什么都是按照她的心意来 成功地让她不能说出一点瑕疵 这一点我还是很骄傲的 七点 柳如烟准时去机场 而我在家待到了将近十点 才出门去找赵一轩 我刚到赵一轩说的商场门前 就被人拍了一下 你怎么在这 我回头一看正是杨思乐 哟 这是来给我送外快的吗 来这玩啊 怎么 这里是你家开的 我没好气地说 哼 这就是我家开的杨思乐哼了一声 我眼前一亮 看来今天不用我买单了 嘿嘿 这是太子爷来视察工作呀 我殷勤地和她说着话 我就是过来看看情况 你呢 不赔如烟 来这干嘛 杨思乐疑惑地说 来这找个朋友 我老婆 忙工作 出差去了 我全然不顾杨思乐脸上的表情 自顾自地说着 什么叫你老婆 你朋友男的女的 杨思乐一副我要盯着你的表情 我心底安安好笑 女的 杨思乐一声惊叫 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 女的 信里的 我告诉你 今天我就盯着你了 必须把你的所作所为 告诉如烟 我赶忙拉住她 你干什么 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我可不信 走 现在就走 杨思乐拉住我就往商场进 我无奈地带着她去找赵一轩 一路上 我不断地和赵一轩沟通着位置 而杨思乐一直盯着我和她发消息 眼睛都快贴到屏幕上了 你不知道看他人的消息很不礼貌吗 我最后还是忍不了了 一下把她推出去 我要替如烟盯着你 杨思乐厚脸皮地继续贴着 我声声无语 你不应该给柳如烟打电话吗 然后斥责我的行为 谴责我的内心 怎么就跟狗皮高药似的甩都甩不掉 很快 我在一家奶茶店看见赵一轩 他穿着一身连衣裙 很有林家小妹的感觉 你带了朋友啊 他有点不好意思 没事 你就当他不存在 我没好气地说 赵一轩啊了一声 看了杨思乐几眼 才缓过神来 将手中的奶茶递给我 我也不知道你带朋友来 就买了两杯 没事 他想喝的话会自己买的 他很有钱的 不在乎这百八十的 我笑笑 宽慰他说 赵一轩点点头 就走在前面 杨思乐愤愤愤地说 什么叫不在乎这百八十 这百八十的不是钱啊 我不想听这小子唠叨 就走上前和赵一轩并肩而行 杨思乐也不认声 直接跟上前走到赵一轩的另一边 今天这个妹妹的消费交给我 就当是见面脸说吧 还瞅了我一眼 又对赵一轩说 我叫杨思乐 你好 赵一轩也是赶紧报上自己的名字 和杨思乐认识了 客气地说不用的乐哥 杨思乐摆摆手 没事 算是哥哥对妹妹的照顾 我倒是没有什么感觉 毕竟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赵一轩还只是个大一的学生 杨思乐这样做 也算是促进他家的产业发展 赵一轩窘迫地看着我 有些不知所措 于是转头看我 见我点头这才答应下来 那就多谢乐哥 一路上我们买的东西不多 大部分都是杨思乐塞给赵一轩的 还都是大牌子 吓得他都不敢要 但抵不过杨思乐太过热情 还是收下了 我买了点零食和饮料 毕竟出来玩不能一分钱不花 那就没意思了 我好奇杨思乐的热情 以为他看上赵一轩了 趁着赵一轩是衣服的时候 我问他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说是为了防止我背叛柳如烟 真是无语 但我们谁都没发现 身后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一直在看着我们 我们一直玩到晚上 把赵一轩送回学校后 杨思乐搂着我的肩膀说 走吧 咱俩喝点 我们到了一个酒吧 很安静 点了两份杯中午 静静地喝着 谁都没有开口 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都是跟着如烟 将近二十年 我也不知道是把他当姐姐 还是真的喜欢他 直到昨天 如烟跟我说 他不喜欢我 只是拿我当弟弟 我自然是不幸的 可是我晚上回家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就想明白了 如烟需要的是能给他帮助的人 而我只能禁锢他 杨思乐说着 将杯中午喝光 又点了两杯 指着一杯说 李子 今天你把他喝了 咱们就是兄弟 否则 哼哼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也不服输地看着我 我将杯中午倒进嘴里 拿过来就喝 杨思乐也开始喝 我们就这样一杯一杯地喝 也不知道喝到了什么时候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卧室了 脑子忍着疼痛 回想着昨天 霍杨思乐喝完的时候 好像是柳如烟 扶着我进的家 还借着迷糊 问他要孩子吗 哎 昨天和杨思乐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孩子上网 然后就啥也没想 说要当孩子干爹 杨思乐也不甘示弱 作为兄弟 要当我孩子的干爹 昨天问过柳如烟后 他脸色很冷 回答得很干脆 不要我冷静下来 回想着协议的内容 苦笑一声 自嘲到 还是忘了自己的位置 整理好心情 洗去身上难闻的味道 出门 已经中午了 我敲响柳如烟的房门 你午饭要吃什么 你看着坐就行 柳如烟的声音传出 好的 我没有多问什么 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为什么知道自己在哪 没有意义了 而房中的柳如烟 正正地坐在书桌旁 耳边回响着我恭敬的声音 心中不知为何有些难受 魏阿姨已经来过了 收拾完房间就离开了 而一日三餐 从我住进来的第二天做饭 都是我负责 我叫柳如烟出来吃饭 她好像心情不是很好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我将饭菜摆好 她才冷冷开口说 你昨天有些越界了 我知道了 以后不会了 你放心我恭敬地说 柳如烟心中没来由的烦躁 说我不吃了 真难吃起身回房了 我猛了 这几天不是吃得好好的吗 今天这是怎么了 没有理她 我自己吃反而自在 房中柳如烟脑海中 突然浮现昨天和他们一起逛街的那个女生 拿出手机想联系杨思乐 却又放下手机继续走神 我收拾好碗筷 想要回房间 手机弹出一条消息 下午和我一起逛街 是柳如烟 我回到 好的 出门的时候叫我 心中有些怪异 这么近还发信息 这是什么习惯 嘖嘖 很快 打扮好的柳如烟出门了 我第一眼看去 漂亮 再看看几眼 很漂亮 虽说是一起过了这么多天 但我还是愣了一下 柳如烟见我愣神了 嘴角好像有点变化 眼睛好像眯了一下 我开车出门 柳如烟坐在副驾驶 没有说话 气氛很是沉闷 就进到了一家商场 我们在里面逛了几圈 期间 柳如烟还时不时地打量我 目光锐利 看得我发毛 我们逛了一下午 也没怎么说话 我没来过这里 一路上看来看去 倒是也不觉得无聊 我们在餐厅吃过晚饭 回去的路上我问他 这些东西是要送给老爷子的吗 柳如烟沉默了一下 说给你的 以后穿这些 不够再买 之前的衣服不要穿了 我看着难受 我的心情顿时有些难以描述 既兴奋 又有些低落 我滴滴地回了声 好的 谢谢了柳如烟的嘴唇 抿了抿 没有说话 看向窗外 回到房间 我把之前的衣服 放在了柜子的最里面 毕竟还是衣服好好的 没必要扔 我穿着柳如烟 给我买的衣服 过了两年 和柳如烟相处的也不错 一切都很好 我过得很惬意 有事没事 找杨思乐老两句 偶尔逗逗小学妹 直到这天 我们照例去看老爷子 中途叫我过去下棋 就留下柳如烟和他妈妈 还有奶奶一起聊天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等到吃饭的时候 柳如烟的红扑扑的 很是好看 他还时不时地看我 弄得我莫名其妙 而且餐桌的气氛 也有些怪异 但又说不出来 我回去后 就被杨思乐叫去喝杯中午 这家伙上来就是两杯 还让我也干两杯 这一看就是有事情啊 我开口问道 老杨 你这是有心事啊 说说 让我开心开心 杨思乐瞥了我一眼 滚蛋 我叫你来 是有正式找你商量的 你说我抬头 示意杨思乐说事情 李子 我感觉 我有点喜欢赵一轩 杨思乐这家伙 一开口 直接让我呛到了 咳嗽了好一阵 你确定 我精意地问 杨思乐先是思考了一下 才点头 眼神很坚定 思 你们见面的时候 我也没感觉到 你有这个苗头啊 我疑惑地说 杨思乐叹了口气说 李子啊 你这个脑袋吧 有时候很聪明 有时候就很笨 我和一轩见面 你又不是每次都在对哈 他之前跟我说过 你邀请他出去玩 我还同意了 我善善一笑 随后一拍杨思乐的肩膀 可以啊 老杨 你这棵铁树 要开花了 轻点 我这不是要你给我出出主意吗 现在该怎么办 杨思乐揉着肩 表白啊 还能咋办 都是成年人了 谈个恋爱怎么了 我直接充当爱情军师 只会老杨 冲进爱情的河流 这会不会太突然了 万一一轩对我没感觉呢 杨思乐犹豫地说 我服额 果然 爱情面前智商归零 那你就邀请他出来的时候 旁敲侧击地打听 他喜欢什么样的 有没有喜欢的人 再暗示一下你要表白 看看赵一轩什么反应 我向杨思乐传授技巧 杨思乐若有所思地说 你不是没谈过吗 怎么这么懂 都是理论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我笑呵呵地说 那你和如烟怎么样了 你喜欢他吗 他对你什么感觉 杨思乐把视线移到我身上 一脸八卦地说 我们还是那样呗 他对我什么感觉不知道 我觉得我一直都挺喜欢他的 想起我的视 心中感觉烦闷 把手中的一口喝完 又点了谢 哎 你也是男啊 多喝点吧 兴许会好受点 杨思乐劝我说 那可不行 我自己有什么意思 你也来啊 我没有察觉到杨思乐 惯我的行为 只是一杯接一杯下肚 很快 我就失去清醒 隐约听到杨思乐说 老李 你也不要怪我 这是为你好啊 嘿嘿 在杨思乐怪异的笑声中 我彻底失去意识 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 我发现我在柳如烟的房间 我吓了一跳 赶紧起身查看 房间很乱 衣服扔了一地 柳如烟还在旁边躺着 漂亮的女生果然随时都美丽 现场很符合那种情况 我只感觉我的头都要炸了 这时柳如烟醒了 醒得很及时 我用墙了吗 我揉着额头 放心 我自愿的 不用你负责柳如烟 很是冷静的起身穿衣 我没有说话 回到房间洗漱完 做了点饭和一锅粥 叫了柳如烟吃饭 我看着他吃完 说 虽然是那什么 我还是会负起责任的 不用柳如烟的声音 波澜不尽 我是男人 该做的我会做 我看着他 目光灼灼 负责 呵 你是因为愧疚还是什么 柳如烟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 因为 我犹豫着 柳如烟有些失望 转身就要离开 我着急了 脱口而出 我喜欢你 可以吗 再说吧 柳如烟的声音 有些颤抖 没有回头 走进了房间 下午 我把杨斯乐约了出来 叫他的时候 还跟我推推委委 直接就把自己给卖了 我说昨天 怎么那么急着约我出去 原来是不怀好意 我也明白 杨斯乐这样 是不想让我存有芥蒂 毕竟妻子 联合外人骗自己 谁也不好受 老地方见到杨斯乐 这家伙二话不说 直接自罚 让我也不好意思 再责骂他 到底怎么回事 这种事 如烟为何还要和你说 我问道 如烟说 刘老爷子答应有孩子之后 才给他公司的管理权和股份 杨斯乐老师的说 公司管理权和股份 不是结婚的时候就给了吗 我有些疑惑 还不是刘老爷子太 呃 聪明了吗 杨斯乐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刘老爷子把股份和管理权 分两次给如烟 就是为了防止如烟骗他 我轻轻点头 这刘老爷子确实厉害 那这部分股份和管理权 是怀孕后给 还是生完孩子才给 如果怀不上怎么办 我看了一眼杨斯乐 那肯定是等孩子生下来才给啊 怀不上就继续啊 一直到怀上为止 杨斯乐很是戏嘴地笑了笑 哦 这样啊 我问了一声 你和赵一轩怎么样啊 我将话题引到他身上 毕竟看到这后欠揍的笑容就难受 杨斯乐叹了口气 哎 还是那样啊 听他的语气 我顿时来了兴趣 怎么说 我上午约他出来的时候 问过了 一轩说 他现在准备考研究生 暂时不打算谈恋爱 杨斯乐心累地说 考研究生 他现在不是才大二吗 我疑惑地说 是啊 一轩还说 两年时间能更有底气 哎 杨斯乐趴在桌子上 转着手中的杯子 你家不是给国外高校捐过楼吗 直接去国外不行吗 我打断了他 那令人讨厌的动作 我和一轩说过 可一轩不同意啊 说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取得成果 而且他也不想去国外 杨斯乐靠在沙发上 四仰八叉地说 我拍拍他的肩膀 加油把少年他瞥了我一眼 你这先婚后练得怎么样了 我顿时泄了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没有再说什么 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哎 我们双目对视 同时开口说 你叹什么气 又同时扭头 哎 相顾无言 有一种抱头痛哭的冲动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 都很平淡 只是和柳如烟 吃了几次烛光晚餐 吃完之后 自是不必言说 很快 柳如烟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检查 龙凤胎 给老爷子笑得合不拢嘴 每天那嘴角多烈的老大 对柳如烟的照顾 也是让柳母和柳老夫人 亲自盯着 还让我们搬到他那一起住 公司的事情 也不让柳如烟管理 而是自己亲自上阵 时间飞逝 平淡无言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龙凤将士 欢声笑语 哥哥李欢声 妹妹李笑语 孩子的到来 给柳家带来了诸多美好 我也渐渐地沉浸到这种幸福中去了 只是 那份合约 时不时地将我从幸福中拉出 我不敢将这件事摆到明面上 和柳如烟好好谈谈 我害怕他将这份幸福打碎 我不停地犹豫 拖延 久而久之 成为我心中的一道裂缝 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 将这道裂缝彻底撕开 让我的心碎成两半 在这三年里 欢声笑语都渐渐长大 平常都是我在家陪他们玩耍 如果不出差 柳如烟每天都会回家 由于孩子的关系 我们两个的关系也是更进一步 但我还是住在我原来的房间 那天中午 柳如烟去上班了 岳母和老夫人来看孩子 我就趁着这段空闲时间 约了杨思乐出来句一句 本来我想让杨思乐给我出出主意 我和柳如烟之间到底该怎么办 这五年间的生活让我理不清了 需要一个局外人帮我理理 我和杨思乐在老地方碰面后 点了老样子白水 自从那天以后 为了孩子就没有再喝过那杯中午了 这让杨思乐颇有怨言 两年了 杨思乐这货看似没心没肺 其实心思细腻 你和赵一轩怎么样啊 我问杨思乐 他被我问的那是一个郁闷 还是那样 考上研究生感觉更没时间了 最近都没怎么出来了 为什么 我不理解 为什么研究生会比大学忙 不知道啊 一轩说忙着做研究 没时间 咱也不是研究生 咱也不懂 也不敢问杨思乐一脸郁闷之色 你要不也弄个研究生去上上学啊 我严余地说 杨思乐瞅了我一眼 你倒我没试过 被一轩说了一顿 说我什么都不懂 还打扰他学习 哈哈 咱们杨大少还能被人说不懂我笑了 杨思乐哼了一声 李子你今天叫我出来干嘛 别跟我说是为了嘲笑我 我顿时笑不出来了 犹豫了一下 斟酌着开口说 你觉得我和如烟现在怎么样 杨思乐疑惑地看我一眼 挺好的呀 和其他家庭一样啊 父母安康 孩子健康 很幸福 你问我这干什么 我迟疑了一下 说你也知道 我和如烟当初结婚的时候签有协议 现在时间快要到了 我现在 文言 杨思乐坐着身子严肃起来 李子 过了这么多年 你喜欢他吗 我认真想想 这么多年了 肯定是有感情的 如果要我离开柳如烟 我感觉有些难过 我点点头 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肯定是喜欢他的 那他喜欢你吗 杨思乐又问 我沉默了好久才开口 我觉得他不喜欢我 他对我的感情像是对孩子的 对我只是爱乌及乌 我对他有所期望 可我没有感觉到 如烟有什么回应 杨思乐思索了一阵 问我 你想离婚 我低着头说 我不知道 我是想过离婚后会怎样 可我只感觉很难受 那如烟和你说过这件事吗 杨思乐继续问我 没有 他就像忘了这件事一样 我深吸一口气 这样啊 杨思乐思索了一下 我们是兄弟 不管你怎样选择 我都站在你这里 杨思乐拍拍我的肩膀 不过 我劝你还是先不要离 毕竟欢声笑语 现在还小 你们离婚 他们俩怎么办 杨思乐劝我 我点点头 没有说话 拿起杯子 刚想喝点 就被杨思乐按住 你这东西喝再多 除了能多去几趟洗手间 还有什么用 别喝了 杨思乐说的很有道理 一下午 我去了好几趟洗手间 杨思乐 都笑我说 甚不行了 我直接把他 按在桌上灌他 给他讲讲 什么叫暴力美学 什么叫男人的魅力 很快 杨思乐就喝的脸通红 我看也快到了 柳如烟下班的时间 就想着该去接他了 老杨 先走了 我该去接如烟了 我拍拍杨思乐 你先把我送回去吧 我司机今天有事请假了 很近 不会耽误你太久 杨思乐很是善解人意 我把杨思乐送回家 这家伙真是太气人了 路上说为了防止喝醉 特地约在他家附近 我来到公司楼下 还没到下班时间 给柳如烟发个消息 没回我 应该是在开会 我看附近有个超市 就去买些东西 顺便把菜买了 回到车边的时候 刚好看见柳如烟下来 身边还跟着一个男人 以前没见过 他们离得很近 我下意识的感觉很不舒服 如烟 下班了 累吗 我迎上去 接过柳如烟手上的包 还行柳如烟有些诧异 平常接他都是站在车旁边 这还是第一次迎上来 这位是 我呵呵一笑 我叫西门子桑 是刘总的新任助理 你就是刘总的先生吧 你好西门子桑伸出手 脸上的笑很是耐人寻味 助理 以前的那个助理呢 我疑惑地问 他调到其他分公司了 西门子桑笑呵呵地说 我握了上去 没想到西门子桑突然发力 我惊讶地看他一眼 平常我也健身 这个力道虽然不小 但也不是很大 啊 好痛 你干什么 我直接大叫起来 没心思和你玩 西门子桑愣了一下 很快脸上的笑变成不屑 柳如烟拉开我们 对西门子桑问道 你做什么 刘总 我什么也没做啊 西门子桑一脸无辜地举起双手 别叫了 不丢人吗 柳如烟转身呵斥我 哦 倒是挺受柳如烟信任的 我心中思索 停下甩手的动作 抬头刚好看见西门子桑挑衅一般的笑容 你别冲我这么笑 好猥琐 很恶心地我对西门子桑说 西门子桑的脸直接黑了 倒是挺好笑的 柳如烟狐疑地看了西门子桑一眼 没有什么 对我说道 行了 别说了 走 回家扭头对西门子桑说 子桑 你也先回去吧 好的 刘总 您慢点西门子桑殷勤地说 柳如烟转身上车 在转身之时 我们都看不见的时候 柳如烟微微地笑了 在转过来的时候 笑容已经引了下去 关于西门子桑的事情 我没有多问 吃完饭 我带着欢声笑语附近的公园转了一会 回去的时候 两个小家伙 哈切那是一个接一个 也不知道今天运动了多长时间 这么累 回到家 柳如烟还没有睡觉 在沙发上坐着 见我回来 说 今天这两小人跟我睡吧 不用啊 你明天还要上班 半夜再打扰你睡觉 我拒绝了 柳如烟很是惊讶 在她的印象里 我好像从来没有拒绝过她 今天这是怎么了 很奇怪 那行 你看好他们柳如烟看我一会 点点头同意了 我看着柳如烟回房 招呼两个可爱的小家伙 和妈妈说过晚安后 回房间让欢声笑语好好睡觉 我躺在床上 回想着今天接柳如烟时 那个叫西门子桑的人 感觉很不简单 表面看起来是为了一个目的 但是我感觉她的所作所为 还会有其他目的 具体是什么我还不知道 但是这个感觉非常强烈 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 一觉到天亮 欢声笑语大概是白天玩得太累 晚上睡得很是安静 第二天一大早 柳如烟就去公司了 连早饭都没吃 平常都是吃过饭才去公司的 今天倒是有些急啊 吃过饭 我正打算带欢声笑语出去玩 突然看见玄关上有一份文件 仔细一看竟是柳如烟忘记的 我嘖嘖称奇 平常她做事可都是滴水不漏 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也罢 反正去哪玩都是玩 去公司一趟也无所谓 小欢小雨 爸爸带你们去找妈妈呀 我抱着两个小家伙 一边一个 不得不说 这只是快三岁的孩子 还挺重啊 很快 我们来到公司 直接去了总裁办公室 咱也混了这么多年 公司里也是有人认识我的 一路上毫无阻拦 直接到达办公室 进去却没有看到柳如烟的身影 开会去了 我心中疑惑 我带着欢声笑语 在办公室等了一会 笑语像是有些着急了 问我 爸爸 妈妈怎么还不来啊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 我把她抱起来说 妈妈还在忙呢 我们等等好吗 爸爸 你去叫一下妈妈嘛 她如果知道我和哥哥在这里等她 一定会来的 好不好吗 笑语撒娇地说 好好好 我去叫 我去叫 我的心都要融化了 起身叮嘱两个小家伙 要老老实实在这里等着 转身出门了 在路上 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女儿奴了 不过 有谁能拒绝一位可爱小公主的请求呢 我找了几位公司高层 询问柳如烟的去向 触乎意料的是 他们的回答很统一 今天没见到柳如烟的身影 其中一个公司高层还说 今天本来是高层例行会议 但是因为柳如烟没到场 一些公司项目也没有决定下来 刘总好像是第一次不来开会 他回想着以前柳如烟的行为 疑惑地说 这样啊 我喃喃地说 来到公司前台处 是两个很漂亮的小姑娘 刘总今天来了吗 我问他们 李先生 刘总今天还没到公司 其中一个小姑娘说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您慢走我回到办公室 两个小家伙正老老实实地坐着 我走过去说 妈妈现在正在忙呢 我们再等等好吗 好吧 爸爸 我要玩电脑 小欢声指着桌子上的电脑说 只可以玩一小时候 我帮他打开电脑 却让我看到了 令我心痛的一个画面 柳如烟的电脑桌面 是一张合照 他和西门紫桑的合照 看来西门紫桑不仅仅是助理啊 我心中很不舒服 这个叔叔是谁啊 为什么会和妈妈有合照啊 欢声指着电脑问 这是妈妈的助理 我解释了一下 现在我的心里很乱 这个西门紫桑和柳如烟的关系 非同一般 绝不是最近才认识的 那也就是说 他们认识很久 而且关系不错 看这张照片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仅仅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但又有种疏远的感觉 他到底是谁 我越想越慌乱 知道小欢声切换到其他页面 我才缓过神来 既然他们认识很久 那么杨思乐应该会知道 我心中想着 看来又邀约老杨出来一句了 我看着小欢声摆弄电脑 脑子里想着西门紫桑的事 很快 一个小时过去了 小欢声把我拉回神 爸爸 时间到了 哦 嗯 好 我回过神 把电脑关了 一旁的小笑语已经睡着了 我看看时间 已是将近中午 刘如烟还没有回我消息 我压下心中思绪 对欢声说 儿子 我们回家吧 快中午了 不等妈妈了吗 小欢声疑惑地问 我抱起熟睡中的笑语 轻声说 妈妈很忙的 我们就不打扰她了 好吧 欢声顺遂地点点头 跟着我离开总裁办公室 停车场 我们刚上车 就看见柳如烟和西门紫桑 从一辆车上下来 两个人还有说有效的 看着关系的不错 由于视线的原因 柳如烟二人没有看见我 我却是看着他们愣愣地出神 爸爸 怎么了 欢声小声问我 嗯 没事 我这才惊醒 起动车回家 而柳如烟离开西门紫桑 回到办公室后 看见桌子上放着的文件 顿时明白是我来过 叫来外面的小助理问 李先生呢 李先生刚离开 小助理回答 好 我知道了柳如烟摆摆手 示意他出去 柳如烟坐在那翻着文件 心中想的却是怎么没看到军警老公 他看到我没有 要是看到我和西门表现得那么亲密 会误会了吗 昨天见面就好像不喜欢西门 西门也是 是那么多 早晚开了他 军警老公要是看到我 没有和我打招呼 看我怎么惩罚你 哼哼 柳如烟在那里想如飞飞 很快被那位高层打断 叫去开会 我和孩子到家后 给他们做了一点吃的 就让他们睡觉去了 毕竟现在是在长身体的时候 要吃好 也要睡好 吃完饭 我又将杨思乐约了出来 还是老地方 老样子 很快 我和杨思乐碰面 一见面 这家伙就说 有有有 小李子这么想我吗 昨天才见过的 这可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还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今天怎么骚话连篇的 我直接给他一巴掌 哎 你轻点 咱现在也是分分钟钟 好几万块钱的人了 杨思乐嚎了一声 傲娇地说 哦 杨老爷子让你管理公司了 我问他 之前这家伙不着调 家中的长辈 一直不让他接触公司的事情 现在嘛 好像更不着调了 那是 也不看看咱是谁 虽然只是一家小小的子公司 但是在咱的领导下 赶超母公司不是问题 说这句话的杨思乐 那是豪气冲天 万丈光芒 这样啊 那要多长时间啊 我有趣地问道 这个嘛 嘿嘿 大概要一两百年吧 问题不大 杨思乐嘿嘿一笑 随即大手一挥 继续散发出万丈豪情 我静静地看着他 不说话 不是 你这是什么眼神 他在我的注视之下 变回原样 外加气急败坏 行了 我今天来找你有正事 我拍了他一下 让他正经点 知道了 你哪次叫我出来没有正事 你说吧 你知道西门子桑这个人吗 我问他 西门子桑 知道啊 他是如烟大学同学 好像还是初恋 杨思乐想了想说到 初恋 我很是惊讶 你和如烟青梅竹马的 你不是他初恋啊 杨思乐直接送我一个白眼 谁说青梅就要是初恋的 你不是一直都在追如烟吗 我问他 是啊 可如烟他看不上我 后来就和西门子桑谈了 之后西门子桑家里 好像出了点问题 毕业后就出国了 就再也没回来过 杨思乐努力翻着记忆 现在他回来了 就在如烟身边做助理 我冷不丁地说 回来了 而杨思乐突然怪叫了一声 对了 我说昨天和如烟公司 签合约时 对面有一个人看着那么眼熟 原来是他 他们谈恋爱的时候 很好吗 我默默地问他 他们的感情 那真是好的没话说 整个学校就他们最有名 简直就是神仙眷侣 杨思乐说的没心没肺 他见我不说话 看我一眼 这才反应过来 说 西门子桑出国后 他们好像就没有联系了 是没有联系 还是你不知道 我现在很怀疑 这家伙在柳如烟心中的地位 应该是没有联系 西门子桑走的时候 如烟哭了好几天 没怎么休息 一直在联系他 杨思乐犹豫了一下 继续说 不过 这么多年了 他们之间哪还有感情 杨思乐见我没有什么反应 说 要不你也去做个助理 去和西门子桑争宠 争宠 哼 我是谁 我可是你杨思乐的哥们 你能不帮我 我笑了笑 那是 你说怎么办 我肯定站在你这边 杨思乐拍拍胸脯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我自有办法 我摇摇手 起身要走 什么办法 他见我神色不对 瞬间联想到什么 冲我喊道 不是 他在大学可是跆拳道社社长 你别做傻事 你想想后果啊 这货的话 给我气得回到杨思乐身边 直接给他一巴掌 我是那样的人嘛 我见他还在担心 就说 放心吧 我没想对他做什么文言 杨思乐这才松了一口气说 那就好我摆摆手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确实是没想怎么样 就想看看 西门子桑到底想做什么 有什么目的 我到家后 柳如烟还没回来 我跟欢声笑语说 你们去外婆家住几天怎么样啊 好耶 好长时间没见到外婆他们了 好想他们笑语高兴地叫了一声 孩子们 走吧 我摸摸笑语的头 笑着说 我们到老爷子家中 已经是晚上了 小家伙们都已经睡着了 我跟柳母说 我和如烟这几天都比较忙 没时间带孩子 请她照顾几天 柳母和老夫人没说什么 直接就答应了 毕竟也是有段时间没见了 倒是老爷子看着我有些皱起眉头 跟我说道 君警啊 有些事情你们两口子该商量还是要商量的 多沟通 千万别引起误会了我心中一动 看来老爷子也是知道西门子桑的事 我回答说老爷子放心就是离开柳家 我就静止来到公司 总裁办公室还亮着灯 我上去时还听见柳如烟和西门子桑谈论公司项目的事情 我直接就进去了 我想知道柳如烟她会不会维护我 如果不会 那我也拾去 不会阻拦他们两个 如烟 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啊我没敲门就推门进去了 柳如烟皱着没说 是 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该回家了 孩子们都吵着要见妈妈呢 剩下的事明天再处理吧 我走过去 不由分说拿掉她手上的资料 还没等柳如烟说什么 西门子桑就先开口说 李先生 你不知道敲门吗 再说了 我们还在这谈事情呢 你就让刘总回家 这不太好吧 我心里笑了 这西门子桑还挺会来世的 这下就看看柳如烟会选谁 只是这结果是注定不会让我满意啊 老公 事情有些着急 我还要一会才能结束 你先回去看着孩子们 行吗 柳如烟皱着眉头开口说 我继续闹着说 老婆 孩子们都哭了 什么事情能比孩子们还重要啊 行了 你先回去 我很快就回去了 这么晚了 先让孩子们睡觉 柳如烟 有些不耐烟的说 很明显 我已经得到答案了 既然人家不欢迎我 那我就走了 好 那我就先走了 我说 没有再无力取闹 毕竟 闹下去 谁都不好看 见我离开 西门子桑对柳如烟说 如烟 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 你看看他 这样的人配不上你 好了 继续说项目吧 柳如烟打断西门子桑 平复一下心情 继续投入到资料中 我现在是彻底迷茫了 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 是这样继续过下去 还是离婚 如果就这样过下去 我的头上很可能会戴上一顶帽子 如果离婚 孩子怎么办 等到柳如烟回家的时候 我已经睡着了 柳如烟以为孩子跟我睡 所以就没有打扰我 一觉醒来 柳如烟已经去公司了 这几天他都去得很早 应该是公司有大项目要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昨天才会去试探一下 只是没想到会得到那样一个结果 心中烦闷 想找人诉说一下心理话 在这个城市 我能说心理话的朋友就两个 杨思乐和赵一轩 这些事赵一轩不好和他说 能说的也就杨思乐了 我打电话约了杨思乐 打算和他说说这件事 也想听听他的建议 在老地方等了他一会儿 杨思乐到的时候 我正喝着呢 这家伙上来就是一顿嘲讽 明显就是想说很久了 有有有 这是谁啊 不是不喝这玩意儿了吗 今天怎么自己开始喝上了 我没说话 只是拍拍旁边的椅子 示意他坐下聊 杨思乐也是了解我的 知道我现在有烦心事 说说吧 什么事情能让你烦到这种地步 杨思乐喝了一口 问我 昨天 我试探一下柳如烟 他选择维护一个外人 你说说 我们五年的夫妻啊 还不如一个外人 呵呵 我难受地说 杨思乐闻言 知道事情有些不妙 就问我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清楚当下 我就把昨天我去公司的事情说了一遍 杨思乐想了想 说 柳氏最近确实是有一个大项目 如烟有些忙 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如烟本来就是一门心思 扑到工作上的人 说不定是项目上有些问题 导致如烟有些烦 可是他 算了 我们本来就不可能 是我贪心了 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就连杨思乐都没听清楚 什么 什么算了 杨思乐疑惑地问我 我摆摆手 没有说话 杨思乐陪我坐了一会 就被家里的人叫走了 我独自也是无趣 就回去了 此时的柳家 刚刚送走了一位贵客 西门子桑上车离开柳家 车上的另一个男子开口问道 哥 谈得怎么样了 西门子桑满意一笑说 放心 谈成了另一个男人激动地说 那我们西门家就要东山再起了 西门子桑呵呵一笑 那是自然 不久之后 柳氏集团就要改名为西门集团了 男子好奇地问 那柳家人呢 文言 西门子桑邪妹一笑 当然是养着他们 柳氏我要 柳如烟我也要 而我刚回到家 就接到了柳老爷子的电话 说是有点事 要我过去一趟 我不已有他 就立马驱车前往柳家 刚下车 老爷子的助理就把我带到了书房 此时的老爷子正在泡茶 见我进来 开口说 来了 你尝尝 我刚泡好的茶 我接过老爷子递过来的茶水 浅尝了一下 好茶 茶香扑鼻 茶色透亮 茶水厚重润滑 香气清正优远 口齿生香 余味悠长 能喝上老爷子泡的茶 真是我的福气 哦 这么多年了 不知你还会品茶 老爷子有些惊讶 以前有一个朋友喝茶 我只是有些了解 我附和笑了一声 小子 你可知道 这茶就何人一样 好茶和烈茶的区别很明显 二者泡出来的茶水味道也不一样 烈茶喝了只能解渴 好茶喝了才有许多体验和感悟 若是把二者倒进一个杯子里 只会把他们都毁了 刘老爷子将两个杯子里的茶倒进一个杯子里 然后停顿了一下 看着我说 你明白吗 我自然是明白的 老爷子就是在说我喝柳如烟呢 我笑了一下 老爷子 我明白 只是 这么多年 您都不反对 为什么现在 刘老爷子沉默了一下 说 集团最近有一个大项目 如果做成 能让柳氏成为国内龙头企业 说到这 老爷子看我看我一眼 加重语气说 柳氏需要西门集团的帮助 今天上午他们来谈条件了 就是让如烟和西门集团的总裁联姻西门集团 西门子桑 我惊讶地问 老爷子点点头 这几天如烟和西门子桑怎么样 你应该也看见了 我不反对这件事 如烟也不会反对 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 老爷子冷着声音说 如烟亲口说的吗 我不信我看着他 昨天上午你也去公司了 想知道如烟去哪了吗 老爷子说着 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画面中 柳如烟和西门子桑说说笑笑 正在一处工地规划 他们的合影看着很是和谐 而柳如烟开心的笑容 深深地刺进我的心里 我与他生活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这样的笑 君景 如烟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司老爷子的话 在我脑中回答 欢声笑语在哪 我猛然抬头 看着老爷子 眼中满是血丝 欢声笑语是如烟的孩子 不会跟你的老爷子淡淡地说 他们是我的孩子 他们信里 我有些崩溃 他们也可以信留 再说了 结婚的时候 你父母就不知道 孩子生下来 他们还不知道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 欢声笑语是你的私生子 这对他们好吗 老爷子力声呵斥 我无话可说 老爷子说的是对的 当初结婚的时候 就瞒着父母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一直在想离婚的后果 就没有让父母知道孩子的事 我是不会放弃的孩子的 我盯着老爷子的眼睛说 放弃吧 孩子是不可能给你的 作为补偿 你们结婚时 如烟答应你的条件不变 为了孩子 在这里 我可以向你保证 欢声笑语会继承如烟的一切 这会比跟着你好得多 老爷子劝说着我 老爷子说得不错 以柳家的能量 即便是上法庭 也不能胜诉 而且柳家能给孩子 更好的培养 三天 我希望你能想清楚 不要让你我脸上 都不好看 老爷子拍拍我的肩膀 笑人把我送出柳家 一路上 我没见到其他人 就好像柳家 只有老爷子 助理 还有我 沉闷的气氛 压得我喘不过来气 心里只想逃离这里 离开柳家 我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也不知道能找谁 一离开柳家 我就联系了杨思乐 很意外 没接通 我又找了赵一轩 向他打听杨思乐的消息 赵一轩说 杨思乐上午 被他家老爷子 排去了大西北 连他也联系不上 留老爷子 好手段 李大哥 发生什么事了 赵一轩 隐隐感觉 有什么事情发生 没事 就是想和老杨 聚一聚 你最近这么样 我装出一副 无事发生的样子 我最近还好 没什么事情 赵一轩回到 那就好 我这边还有点事 有时间在聊 我实在是没力气说下去 挂断了电话 我回到我住了五年的家里 我很清楚地记得柳如烟 和我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结婚不久 有一次应酬回来 他喝得烂醉 我给他煮了醒酒汤 喂他喝 他却吐在碗里 还说自己特别能喝 在场所有人都不是对手 最后说着说着就哭了 说他特别讨厌爷爷 总是给自己安排事情 一点选择都没有 还有一次 柳如烟想学做饭 让我教他 经过一系列事故后 粮食变成了毒药 最后还是我说 以后的饭都是我做 这才让他打消了 学做饭的念头 虽然第二天 柳如烟就和往常一样 去上班了 但他应该和其他女人一样 需要安慰和依靠 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依然记得欢声笑语 第一次叫爸爸的情景 当时我很开心 就像是拥有了全世界一样 欢声笑语就是天使 让我的生活变得很不一样 不知不觉 我转到了我的房间 习惯性地窝在了那一片 总有阳光的地方 落日的余晖 洒在身上 很舒服 我的心情缓缓地放松下来 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 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柳如烟还没有回来 我苦涩地笑笑 也是 人家有了新欢 哪还会记得旧爱 给柳如烟发了消息 说明天有事和他说 让他晚点去公司 我也没有等柳如烟回复 就关机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柳如烟果然没去公司 不仅如此 还去买了早餐 他见我出来 将一杯香菇鸡丝粥 放在我的位置上 我看了看早餐 笑着问 你怎么想起来买早餐了 没什么 就是饿了 你又没起 就下去买了 吃点吧 柳如烟淡淡淡地说 我没有吃 问他 柳如烟 这么多年 你了解过我吗 了解过啊 你是我老公 当然要了解啊 柳如烟诧异地说 只是作为老公 才想要了解的 不是单纯地想了解我吗 我低下头 缓缓地问 你什么意思 柳如烟皱眉 还是那么好看 我们离婚吧 我抬头 看着柳如烟 一字一字地说出来 你怎么了 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你 我很了解你的 先吃饭 行吗 柳如烟将香菇祭丝粥 递给我 我没有接 我看着他说 你从来都不了解我 我们还是离婚吧 这样对你我都好 还有 我香菇过敏的文言 柳如烟愣在了原地 我静静地看着他 柳如烟反应过来 红着眼眶说 我见你平常也吃蘑菇 也没跟我说过 你香菇过敏 不会有下一次了 你放心我摇摇头 如烟 离婚吧 我想明白了 事实证明 我只能拖累你 谁说的 是爷爷吧 也只有他才会这样说 君警 你不要听他的 你没有拖累我 柳如烟情绪激动地说 我们分开了 欢声笑语怎么办 欢声笑语跟着我 柳如烟的话 勾起了我心中的软弱 没办法 只能说一句场面话 不可能 李君警 欢声笑语 绝不能跟你柳如烟眼眶微红 死死地盯着我 我沉默了 心中阻止了一下话语 如烟 你还会有其他孩子 我只有欢声笑语了 你什么意思 你认为我是那样的人 柳如烟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难以置信地说 你觉得我会和其他男人生孩子 我没有说话 沉默的样子激怒了柳如烟 他站起来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说 好 离婚 孩子绝不可能跟你 你也没办法从我身边抢走他们柳如烟看着我 依旧是一副不说话的样子 最终 柳如烟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 怒吼道 你今天就给我搬出去 说完转身回房 没有再说一句话 我起身回房收拾东西 不是很多 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 我拉着箱子 最后看了一眼柳如烟紧闭的房门 缓缓离去 像是听到关门的声音 紧闭的房门也是打开了 显露出泪眼婆娑的柳如烟 路边 我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 现在已经是腊月中旬了 最近好像要下雪似的 天气一直都是阴沉沉的 还有半个月就要过年了 我打算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就回家 已经有五年没回去了 很是想念父母 这半个月就先住酒店吧 咱也是小有积蓄的人了 我笑了笑 随手拦了一辆出租 让他把我拉到一个酒店 开好房 收拾好东西 准备坐下休息一会儿的时候 收到了柳如烟的消息 下午明正局见 这么急啊 我呵呵一笑 随手回复了一下 没有吃午饭 我去了明正局 人不是很多 毕竟最近都是办婚礼 领证的应该是比较少的 等了两三个小时 柳如烟才堪堪来到 柳如烟一下车 我就知道他应该也是没吃饭 柳如烟肠胃不好 早上吃的不多 中午不吃饭就会胃疼 很厉害 走路都有些影响 不过这些都和我无关了 来了 我上前打个招呼 嗯 等很久了 柳如烟打量了我一下 没有很久 也就一个小时 我淡淡地说 挺心急啊 走吧 柳如烟走了进去 很快 流程办完 站在门口 刚想挡抗一下 就听见柳如烟说 你要和我回去一趟 和孩子们解释一下 虽然我们离婚了 但我不打算和他们说 你也可以来看看孩子 我想了一下 行 上了柳如烟的车 离婚当天去前妻家里 这感觉还真是特别 很快我就见到了欢声笑语 看着他们 我心中无比难过 对不起了 是爸爸无能 孩子们 看看我是谁 我压下心中的情绪 和孩子们见了面 我和他们说 爸爸找到了一份工作 要出差很长时间 一会就要走 你们在家要听妈妈的话 新年都不过了吗 笑语撅着嘴说 我摸了摸她的头发 没事的 你们想我了 就和我打电话 再见了 我摆摆手 爸爸再见 孩子们和我说着再见 柳如烟把我送出门 我说 这下满意了吧 嗯 还不错 钱会打到你卡里的 柳如烟愣了一声 转身就回去了 还锁上了门 我回到酒店 手机提示 银行卡到账两千万 发消息问柳如烟什么意思 没想到被她拉黑了 电话也打不通 好好好 两千万就两千万 以为我不敢花 柳如烟 你敢给 我就敢花 而此时的柳如烟 正在柳家 她盯着柳老爷子 美眸都不眨一下 眼睛干涩 对面的柳老爷子 好似是心虚 没有和柳如烟对视 只是在摆弄着茶水 爷爷 您说过 不会再干涉我的生活 您现在这是在该干什么 梁九 没有看出半点意思的柳如烟 开口问道 老爷子抿了一口茶水 说 我没有干涉你的生活 这是为了公司的发展 你要把个人和公司分清楚 是我没分清楚吗 爷爷 我也不计较你插手公司的事情了 但是君警他怎么阻碍公司发展了 柳如烟生气地发问 你在跟我装糊涂吗 公司的未来就在这次的项目上 如果没有西门集团的帮助 你能完成吗 柳老爷子不再忍让 沉声反问 柳如烟深吸一口气 压下了心中怒气 爷爷 现在时代变了 我不知道西门集团是什么情况 但我知道他们介绍的公司 绝对没有实力帮助我们成为龙头 我查过那家公司的情况 虽然他们不行 但是西门集团可以 只要你们结婚 我们柳氏绝对可以成为行业龙头老爷子 看着柳如烟 试图让柳如烟同意 我不知道西门集团是什么情况 但是我知道西门子桑绝对没安好心 柳如烟没好气地说 我是不会同意这件婚事的 如烟 我这是为了你好 自从你父亲走后 都是我在照顾你 我可曾害过你 老爷子苦口婆心地说 爷爷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不需要你帮我做决定 而且你决定的事对于我来说 不一定就是好的柳如烟说完话 转身离去 只留下柳老爷子的深深的叹息声 而我就在酒店住了两天 期间和孩子聊聊天 柳如烟也是 他那边联系我的时候 就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我联系的时候就不行 这天 杨思乐联系我了 要我去老地方 我倒要看看你给我什么解释 我心中冷笑一下 我很快就到地方了 杨思乐已经坐在那里等我了 我走过去说 哟哟哟 这是谁啊 这不是分分钟几百万的杨大少吗 怎么有空见我这个离异人士呢 杨思乐苦笑着说 李子 李哥 您别这样说话行不 我这一知道消息就来找你了吗 现在来了 晚了 前两天你干嘛去了 现在想到我了 还是兄弟吗 我一想起前两天的事情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 再加上这两天孩子联系我的时候 我对孩子的思念之情更是让我心中的情绪难以抑制 李子 我当然是你的兄弟 那天我们分开后 就被我家老爷子安排到了大西北 当时我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那里连信号都没有 靠对讲机才能和外界联系 我也是今天回来才知道这件事的杨思乐解释说 老杨 对不住了 我最近心里很难受 不知道该和谁说 刚才一激动就没控制住自己 我为刚才的失态道歉 杨思乐拍拍我的肩膀 安慰我 没事 我理解我趴在桌子上 将头埋在壁弯里 缓缓地说 老杨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用 连孩子都没法照顾 就连离婚都要找你帮忙 我是不是很废物 那可不是 你是谁啊 你可是我杨思乐的兄弟 没有些特别 能当我兄弟吗 杨思乐很是厚脸皮地开解着我 滚蛋我没好气地骂了一声 杨思乐善善一笑 经过杨思乐这一打岔 我心中涌上的情绪顿时被打散了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杨思乐问我 我苦笑了一声 我现在还能有什么打算 就想着先回家看看 五年没回去了 过完年再回来 之后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也行 明年你到我公司吧 给我当助理 你虽然能力不行 头脑还是有点的杨思乐不怀好意地笑了 怎么 看上我了 我看了他一眼 很是怀疑地问 你管理公司 薪资待遇可以吗 放心 咱都是打工人 何苦相互为难 待遇福利那是样样不缺 而且加班的话不但有加班费 还有额外参博 杨思乐拍着胸脯 很是骄傲地说 怎么样 心动不 杨思乐见我沉默不言 继续诱惑道 我点点头 倒是不错 不过 谁跟你是咱 你是老板 我才是打工人 好吧 哎 你还不知道吗 我上面还有哥哥 比我厉害多了 我以后大概率就是守着这个公司生活了杨思乐勾搭着我的肩膀 闷闷不乐地说 那要是公司不盈利怎么办 我看着杯子 脑中不自觉地想到这个问题 没想到杨思乐直接重重地拍我一下 你这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 我安抚一下杨思乐 没有 就是单纯地问问文言 杨思乐说 有家里给我撑着 没事 我点点头 表示明白了 对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杨思乐问我 明天吧 中午就走杨思乐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我没注意到他的异常 要他举杯供应 对了 你和赵一轩怎么样了 发展到哪一步了 我好奇地问他 问言 杨思乐顿时兴奋起来 说 前段时间我请他去我家了 他没反对 结果那天我妈来了 直接就见父母了 这么刺激 杨思乐说到这 我精神起来了 那是 我妈很喜欢他 不反对我们的事情 今年过年 我打算去他家看看 杨思乐一脸幸福的笑 这么快 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关系 我思索了一下 发现没有印象 杨思乐一脸痛心疾首 说 已经快一年了 好吧 你这还是兄弟呢 就这 我黑黑一笑 举杯也是我的尴尬 车站 看着身边的行人 多多少少有些后悔 没让杨思乐来送我了 如果他在 我现在一定不会这么无聊 我正准备检票时 突然有一道 不该出现在这的身影 闯入我的视野中 很快 那道身影看到我 加速向我奔赴而来 我看着柳如烟奔跑过来 他的动作很慢 周围似乎响起音乐 我们相对而立 我看着他的眼睛 那一双美丽的毛子 就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啪 一个巴掌把我打回现实 你干什么 被打猛的我傻傻地问他 柳如烟红着眼眶说 渣男 你要走 也不跟我说一声 柳如烟停顿一下 看我一直在看他 既想解释 又想掩饰地说 孩子要是有事找你 怎么跟他们说 我傻了 你来这打我一巴掌 就是为了这 还能怎么说 就说我出差了 实在不行 就给我打电话 我没好气地说 那你还回来吗 孩子总是吵着要见你 柳如烟 倔强地抬着头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不一定会回来 看心情吧 我也是避重就轻 没有和他说出心里话 我该走了 车要开了 我转身走向站台 正要离开柳如烟的事业时 听到他大声说 李军警 不要忘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我说过什么 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我自然知道他在说什么 当初我问他 选我的理由是什么 柳如烟说是 没权 没钱 没背景 好掌控 想到这里 我心中苦涩一片 我现在算是宠物心情不好 想出去玩一段时间吧 我没有回头 静止上了车 发车前给柳如烟发了的消息 我还会回来的 你放心吧 片刻 发送成功 看到这 我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还在车站中的柳如烟回过神来 看不到我的身影 就强忍着泪水回到车里 这时手机信息提醒 看完后的柳如烟彻底忍不住泪水 放声大哭 时间回到我刚到车站时 杨思乐放下手机 可以看到屏幕上的消息 李军警即将离开 还附带了我的车票信息 可不要说我不帮你俩 我家在中间也是很难做的 杨思乐喃喃自语 车上的我看着窗外急速倒退的景色 脑海里依旧回想着柳如烟的声音 回想起这五年按照柳如烟的吩咐生活 我突然理解了柳如烟的感觉 自从柳如烟父亲去世后 就没有了自由 被刘老爷子安排负责公司的事务 几乎没有喘 吸的时间 他作为公司总裁 没有好好旅行过一次 远门都是出差 另一边 在车中哭完的柳如烟盯着红肿的眼睛 回到公司 立即召开会议 宣布了一项决定 经过考虑 我决定公司上下提前五天放假 距离除夕还有十五天 也就是说 在未来十天之内 做完未来十五天的工作 有不同意见吗 柳如烟凌厉的话语 霸气的气场 让本就莫名其妙的公司高层 更加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着守卫上霸气侧漏的柳如烟 众人只能同意 至于什么事情 让刘总受到这么大的刺激 众人表示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在车上我一夜没睡觉 游子心切 到家反而有些紧张 父母听说我回家很是激动 做了许多我爱吃的饭菜 二老一直都在忙着 停不下来 看着父母头上的白发 我的视线逐渐模糊 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 家里的床很舒服 睡得很安稳 在家的日子 让我逐渐忘记 我那五年的生活 每天到中午才起 起床也是在太阳底下坐着 吃着零食 喝着饮料 偶尔听一下母亲的催婚 这才让我想起 我已经是离过婚的人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敢和父母说这件事 时间过得很快 我重复着每天单调 无聊 充实的生活 直到这天 我被一个电话吵醒 来接我柳如烟那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让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我去哪接你啊 咱们又不在一个地方 我迷糊糊地问 你说呢 来车站 我已经到了 柳如烟的清冷的声音 让我瞬间清醒 我惊讶地问 你来找我了 不是找你 就是来晚几天柳如烟 犹豫了一下 回答说 那好吧 你等我一会儿 我很快就到 反应过来的 我赶紧起床 另一边的柳如烟 挂断电话 小声地说 大笨蛋 我快速起床洗完 驾车去接他 我这儿还在思考 为什么柳如烟 回来我这边的小县城 这时候 杨思乐给我打来了电话 李子 柳如烟去找你了 做好准备 我随口应付 你说晚了 他已经通知我了 再去接他的路上呢 电话那边的杨思乐 顿时感慨道 李子 你是不知道这几天 柳氏集团有多疯狂 我闻言来了兴趣 想来这是柳如烟的操盘 如烟他直接找到 我家老爷子谈合作 柳氏原来的那个大项目 你知道吧 那是西门集团 给柳氏下的一个套 但是 如烟直接联合杨氏 反把西门集团给吞了 这手笔 不愧是刘总 杨思乐还在那赞扬柳如烟 突然他故作神秘地说 就你走的那天 如烟宣布了一条决定 你猜猜是什么 我哪能猜得到 总不能是和我有关系吧 我笑言 还就是和你有关系 如烟直接让集团上下 都提前放假了 你知不知道 这涉及了多少人 这还不是为了找你吗 杨思乐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 是因为我吗 我没有说话 心中突然想马上见到柳如烟 将电话挂断 脚下用力 车子加快向车站行驶 到地方 我一眼就看到了柳如烟 她像一个天使 美丽又耀眼 略显憔悴的脸 引起人们心中的怜爱 我走近 黑眼圈虽然被仔细地遮过 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想来应该是为了让公司 提前放假熬夜加班工作 这才有时间来 我上去接过她的行李 五年的生活让我的动作熟练无比 你在这待几天 路上沉默的气氛让我憋出了这样一句话 三天 我还要回去过年柳如烟敏了一下嘴唇 见我不说话 就继续说 你把我送到这个地方就行 说着还给我一张纸条 上面是一个酒店的地址 这几天不会麻烦你的 我这下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她这是在埋怨我不带她回家见父母吗 柳如烟见我没有说话 就看着窗外的风景 一时间 车里的氛围顿时降到了冰点 我把柳如烟送到房间 嘱咐她好好休息 柳如烟站在窗前目送我离去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第二天 我对父母找个理由 说要去找朋友玩 实际来找柳如烟了 我感到时 她正在搜索着景点和小吃 见状 我上前说 在网上搜的不一定好 还是要有当地人来带你玩柳如烟文言 抬起头看着我 我在这里又没有朋友 去拿找当地人 嗨嗨 虽然我们那什么 但是我们还是朋友 怀美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我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柳如烟听我说完 顿时柳妹一皱 你还想和我老死不相往来 我赶紧白手反驳 没有 绝对没有柳如烟哼了一声 继续搜索着信息 我带你去玩吧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我很熟悉的 我顺势引开话题 行柳如烟二话没说 爽快地答应了 起身拍了拍不存在的灰尘 柳如烟说 走吧 这几天都有你安排 这个反应顿时让店主两眼放光 更加卖力地说着 我们很般配之类的话 柳如烟则是笑得更开心了 直接自己掏钱买单 也不还价 拦都拦不住 买的东西大部分都让我带回家了 说是给我父母的礼物 柳如烟只拿了一些纪念品之类的东西 最后送完他 我正要走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抱住我说 记得回来找我 这次不会有人阻拦我们了 李军景 不要让我恨你一辈子 文言 我心中一动 正要有所回应 柳如烟就松开了手 向我挥手后 就离开了我的视野 我看着柳如烟离开 心中突然对未来的生活 有了些许期待 旧年之中 八方来采 新年之时 四方会友 过完年 我就辞别父母 踏上了寻找工作的路途 我一出车站 就看到杨思乐 这后的穿着 很是吸人眼球 上身西装 下身睡裤 要不是他眼睛快看到我了 我都想假装没看见他 哎 李子 我在这呢 你去哪里 杨思乐大声喊道 走 快走 我甩开他伸来的手 直接钻进车里 杨思乐跟着我钻进车里 嘴里还说着 要马上带我去公司看看 大哥 你好歹也是个老板 就不能注意一下形象吗 我忍不住打断他 这不是没有助理吗 以后 你就是我杨总的助理了 想让我穿什么都行 杨思乐几眉弄眼地说 我无奈地摇摇头 彻底对他无语了 接下来 杨思乐不等我反对 就拉着我去了公司 没想到 在杨思乐的管理下 公司倒是不错 从上到下相处的都很和谐 不像柳氏 员工之间的人情事故太严重了 虽然我不任职 但身为总裁的丈夫 也没有逃脱这些 杨思乐把我介绍给大家后 我俩就去了老地方聚了一下 我也算是杨思乐 为数不多的可以交心的朋友 结束后 我聚接了杨思乐 我去他家休息的邀请 独自在马路上转悠许久 最后还是给柳如烟发个消息 我来了 另一边 柳如烟正在陪欢生笑语玩耍 看到这个消息后 脸上不由自主地多了几分微笑 妈妈 怎么了 笑语敏锐地察觉到了柳如烟的变化 不由疑惑地出声询问道 柳如烟平复了一下心情 说 孩子们我们先回家吧 妈妈有点是要忙 好吧 欢声笑语心情有些低落 这些时间柳如烟也会经常出差 欢声笑语都习惯了 柳如烟看着心情有些低落的孩子们 不由地会心一笑 宝贝们 等我回来给你们一个惊喜哟 真的吗 是什么惊喜啊 小家伙们顿时期待起来 围着柳如烟问个不停 柳如烟将孩子们送回家去 就来接我了 如烟我轻轻地呼唤一声 恩柳如烟回应 我来找你了 现在能给我一个什么工作 我若有所指的问 怎么 你想要什么工作 柳如烟有些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看着柳如烟的笑容 我心中突然有些害怕 于是说道 不用了 杨思乐已经给我找到工作了 文言 柳如烟有些皱眉 他管的公司那么小 能有什么好工作 还是我给你找个好工作吧 我摇摇头 拒绝了 还是算了吧 我们这关系让人知道了不好 我可不想让人戳我几两股 柳如烟心中煞食阵阵刺痛 那我们之间 柳如烟欲言又止 我们现在挺好的啊 我没有发现柳如烟言语之外的意思 漫不经心地开口 柳如烟心中充满 感悲伤 没有再开口说话 很快 我悄悄地打开门 没有惊动欢声笑语 这才几天不见 这两个小家伙又长高了不少 笑语感觉妈妈回来了 就向后看去 抬头看见的是爸爸 顿时开心地大叫起来 爸爸 你回来了 我好想你啊 欢声听见这话 立马回头 看见我后 也是扑到我怀中笑起来 柳如烟见到这温馨的一幕 灰心地笑了 当晚 受到孩子们的热情相邀 我下厨给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孩子们吃得满嘴流油 直呼爸爸真厉害 我笑呵呵地给他们加菜 吃完饭 我陪孩子们玩了一会 柳如烟把我的行李 放进了我原来的房间里 还把欢声叫过去 说宝宝 一会和爸爸说想他了 要和他一起睡 知道了吗 欢声乖巧地点点头 表示明白了 出来后 欢声抱着我说 爸爸 这几天我好想你啊 今天我们一起睡 好不好啊 我点点头 当然可以啊 没有做他想 只当孩子是想我了 直到我去拿行李的时候 却发现东西都在房间的时候 这才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当晚 我睡得很舒服 没有像以前在这间房睡的时候 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好像总是睡不够 起床 做早餐 出门 每天早上都是这么简洁 来到杨斯勒的斯勒股份有限公司 地处繁华路段 交通方便 就是绩效不好 没想到杨斯勒竟然在楼下等我 我嘿嘿一笑 哈哈哈哈 怎敢劳烦杨总亲自来接我同时 我还殷勤地伸出双手 没想到被杨斯勒一下推到旁边 我愣了 你怎么敢的 谁给你的勇气 我回头正要和杨斯勒说到说到 就看见他迎上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 脸上缠媚的笑很是夸张 嘴里还说着 张总 张总 光临寒舍 真是蓬壁生辉啊 您这边请 您慢点见状我到嘴边的话 顿时咽了回去 身体不着痕迹地慢慢向后退去 杨斯勒簇拥着那个张总进入公司 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 张总还是客气地微笑 倒是杨斯勒那谄媚的笑 感觉好像有了几分无奈的表情 送走那位张总后 杨斯勒这才来到我身旁 拍拍我的肩膀招呼我进去 路上 我问杨斯勒 那位张总是什么人 他啊 他可是公司的大客户 我公司这个季度的绩效 可是全靠他了杨斯勒回答道 哦 那你们做得怎么样了 我好奇地问 现在算是进了面试 就是张总线下参观竞标公司的情况 杨斯勒解释了一下 但是我们的胜算好像不大 那公司这个季度的业绩怎么办 这不是有你骂杨斯勒黑黑一笑 就差你了 我可是非常了解你的能力 有你在 没问题 我是来让你带我吃香喝辣的 不是来给你干活的 我制止杨斯勒的靠近 这不好吧 要是这样 员工们怎么看你 杨斯勒假装皱眉道 我没有搭理他 静止向公司里走去 杨斯勒赶紧跟上我 说 李子 在员工面前给我点面子 我怎么说也是老板办公室 杨斯勒向我介绍了项目组的成员 让我跟着进度 一上午 没怎么参与讨论 一直在熟悉项目和方案 兴许是压力太大了 方案当中许多部族成员都没看出来 倒是让我提出来捡了漏子 方案交给杨斯勒的时候 看着他那一脸 认真看方案的样子的样子 就像想笑 拼命忍了好久才忍住 杨斯勒发现我表情的异样 开口让我留了下来 其他人刚出办公室 我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杨斯勒无奈地开口道 李子 不是让你给我点面子吗 你这算是怎么回事 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含糊地说 不好意思 哈哈 你认真的样子 给我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哈哈哈哈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哈哈哈哈 我笑了好久才停下来 杨斯勒无奈地摆手说 笑够了就出去吧 引得我又是笑了两声 才走出办公室 新来到的 我提了几条建议之外 无所失事 到了下班的点就走了 绝不拖延 正准备几个公交的时候 看见柳如烟了 没想到他竟然来接我了 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你怎么知道 我什么时候下班 我坐上车 有些小惊喜地问他 杨斯勒跟我说的柳如烟面不改色 头也不回地说 那你来就是来接我的吗 我继续问 来这边办点事 顺路来接你柳如烟 说得很是平静 我放弃了 岔开话题问他 晚上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晚上我们出去吃 孩子们 我送老爷子那里了 柳如烟静静地说 我有点惊讶 问 怎么突然想出去吃了 我做得不合胃口了 柳如烟摇摇摇头 没有 今天有点忙 来不及回家 就在外面吃点就行了 我点点头 好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我都在车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的时候 听见柳如烟叫我 这才清醒过来 我下车看向四周 只有远处 才有星星点点的灯光 这是哪 我看着周围 好奇地问他 新开的一家农家乐 柳如烟随口解释了一句 心情有些紧张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没发现 有哪些不对的地方 跟着柳如烟 向里面走去 环境还不错 给人的感觉 就是农家乐 但是 桌子上那两个红蜡烛 是怎么回事 旁边已经开好的红酒 是什么意思 如烟 你去哪了 柳如烟 不知道何时不见了 我喊了两句 突然听到身后门被打开 我转身看去 被惊呆了 柳如烟 一身白色旗袍 将身材衬兔的凹凸有致 加上精致的妆容 让人看得不能自已 怎么 看呆了 柳如烟缓缓走来 看着我呆呆的样子 不由地轻轻一笑 你好美啊 我傻傻地说 坐下吧 柳如烟眼眼嘴一笑 各自落座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 柳如烟眼睛上长长的睫毛 我们各自倒了一杯红酒 碰了一下 说实话 我不会品酒 就浅浅地喝了一小口 比较不应景的 应该是桌子上的菜了 这氛围很好 就是桌子上的中餐 有些格格不入 这些是我最近心学的 你尝尝怎么样 柳如烟用饱寒期待的眼神 看着我 让我不由自主地 加菜吃了下去 出乎意料 味道很是不错 看来柳如烟在厨艺方面 还挺有天分 我们一边吃喝 一边聊 我们说了很多 倾诉着各自的过往 对未来的期望 诉说着心中的遗憾 伤心 分享着各自的开心的事情 很快 我喝得迷迷糊糊 各种豪言脱口而出 牛皮更是漫天飞舞 柳如烟一边笑 一边看我 眸子深情而温柔 突然 柳如烟问我 君警 你喜欢我吗 我停下来 仔细地看着柳如烟 将手伸了过去 柳如烟顺从地把脸贴在我的手上 怎么能不喜欢啊 我的心意从未改变 那你可是怪我当初与你离婚 柳如烟握住我的手 我笑了一下 我怎么会怪你 你给了我那么多 是我配不上你 你做什么都不过分 柳如烟摇头 不是的 我喜欢你 只有你才能配得上我 文言 我惊讶地看着柳如烟 眼中满是疼爱与懊悔 柳如烟的眸子中充满了泪水 与我深情对视 我双手捧着柳如烟的脸颊 看着她那美丽而深邃的眼睛 其中那次热的爱意 仿佛要把我融化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 轮其中 柳如烟用清脆的声音说 君景 我好爱你 我真的好爱你 或许是我不会表达 让你对我产生了误会 但我已经改了 不要离开我 好吗 文言 我将柳如烟紧紧地抱在怀里 说 不会的 我不会离开你的 如烟 我喜欢你 是我错了 不应该对你产生怀疑的 我们和好好不好 柳如烟用力点点头 飘舞的发烧 擦过我的脸颊 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全文完 感谢观看